欢迎收看小熊老师 配音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是函数 那函数在国中不会教得太难 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函数这一种概念 那函数是什么呢 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说 有一天呢小明他因为要做这个自然科学的生态作业 大家国小的时候可能都有做过 去观察一个这个生活周遭的环境里面的东西 他说学校里面出现了一台神秘的机器 只要有同学去投入特定的原型金属 然后按下某个按键就会掉出不同的饮料 这个不就是贩卖机吗 我花了整整一个学期去观察 观察这个到底按下什么按键会得到什么饮料 按结果观察的结果如下 如果同学们按的是泡沫红茶 最后他就会拿到泡沫红茶 如果按的是苏袍最后他就会拿到苏袍喔 如果他按的是可乐那个按键 他就会拿到可乐按的是八宝周 他就会拿到八宝周 如果有人交了这份作业给自然老师 不知道他会给几分呢 那什么叫做函数 我们在这个小明的自然观察作业里面呢 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这个观察作业是有一点意思的喔 就是于是我们可以这么想象 是不是我只要知道你按哪个按键 假设钱都已经投好了 是不是我只要知道你按哪个按键 我就会知道你拿到什么 废话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生活化了 所以我们都觉得很废话 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知道你按哪个按键 我就会知道你会拿到什么饮料 反过来说 想一下 如果我没有看到你按什么按键 比如说我排在你后面 那你按完按键了 我看到你拿一罐泡沫红茶 我就可以推断你 你按的是泡沫红茶 这也是废话 但是呢 这个就是函数 所以说函数是不是一种很简单的东西呢 其实函数在讲的就是说 怎么样的情况下会有一个函数在里面呢 函数这个概念就是经过了一番的运作 于是你去给它什么 像我们这里是按按钮嘛 你去按了按钮经过了一番的运作 这一番运作就称为函数 经过了一番运作 于是你会得到一个固定的东西 那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函数 所以这个机器 其实我们的贩卖机里面也有一些电脑的这个主机板 也有一些晶片在运算 你按下了这个按钮之后 它就收到 这个1号按钮 1号按钮 所以它要去把某一个东西推推推推出来这样子 最后你会拿到泡沫红茶 那 所谓函数 来把这个抄在你们的笔记本上面 所谓函数就是 后面写 一番的 运算 那我这里讲的运算不一定是指我们数学里面的那种运算 经过一番的这个作业 那 但是是不是只要是经过一番作业的就可以叫函数呢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 吃了这个奶茶跟三明治 那下午就 上厕所拿出了一坨大便 那这样子也是经过了一番作业 那它是不是函数呢 那个函数有一个比较严谨的定义 那我们看下面这句话 假如知道了X 就会知道Y的唯一结果 你有这么厉害就是说 你看到我早上 吃了这个奶茶跟三明治就可以判断 你下午 会拉肚子 或者说你下午拉出来的会是 什么颜色的这样子 能够吗 其实是很难 应该是不能 我们在那个 监视 电影 犯罪的电影里面那个警察都会透过解剖 那个 死者的胃部 那去判断说 他吃早餐吃了什么 然后几次几点几分死的 但是他也没有厉害到说一看胃部就知道 他早上一定吃了两个三明治 这个三分之一杯的奶茶 他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那准确的知道唯一的结果就不能够直接说他 是有这个函数的关系 那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知道了X 就会知道Y的唯一结果 比如说我刚才问 各位 我是不是只要看到你按什么按钮 我就会猜中 你掉哪一种饮料 根据这个小明 很辛苦的花了一整整一个学期的观察结果 我每次按泡沫红茶都掉泡沫红茶 每次按苏跑都掉苏跑 按可乐掉可乐 按爸爸咒掉爸爸咒 所以是的 我只要知道你按这四个的哪一个 就会知道你会拿到什么 这样我就可以说 Y是 X的函数 我们把它看完 记得在你的笔记本上面把它写完 如果我知道了X 就会知道Y的唯一结果 那么也就是说Y其实可以用X来推估 你会拿到哪一种饮料 看你按什么就知道了 那我们可以说Y是经过一番固定转变过程的结果 那这个一番固定转变过程 就是所谓的函数 所以最后我们就会说Y是 X的 函数 可以吗 如果今天小明 他去观察的结果不是刚才那样子 他发现这台神秘的机器呢投完钱之后 按泡沫红茶的人总是拿到酥泡 按酥泡的人总是拿到可乐 按可乐的总是拿到宝宝州 按宝宝州的总是拿到泡沫红茶 这样子 Y还是不是 X的函数呢 诶 那呢是 这个Y 也就是你会拿到的饮料仍然是你的按键的函数 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个我们说到经过一番运算 那这一番运算我们说就是函数嘛 我们以一个这个英文符号叫做F F 来表示这个函数的英文是function Function 那 记作F 括号 X 像这样子 Y等于F括号 X呢 这样子我们叫做F 因为它其实是Function 它是一个 X的函数 如果我们学英文有学到的话 of就是后面那个的什么嘛 所以它是一个X的函数 那就是Y是用X算出来的结果 那 以这个新的观察的例子来说呢 Y是一个X的函数 只要X是泡沫红茶 那 Y就会是酥烤 只要X是酥烤Y就会是可乐 只要X是可乐Y就是八宝洲 只要 X是八宝洲Y就其实是泡沫红茶 那 所以 这样子的话呢 Y仍然是X的函数 对不对 不一定说 按红茶一听要是红茶才可以 那当然这样子这台机器是坏的 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我刚才说 是不是我看到你拿什么饮料 我就可以回头猜中 你按的是哪个按键 如果以一开始的这个例子就是正常的这台机器来说 那 我排在这个 你的后面然后我看到你拿酥烤 我就知道啊那你刚才一定按酥烤 不然 那个打穿 打穿他的玻璃柜去抢 所以你一定是投了钱按了酥烤才会拿到酥烤 那所以我看到你拿可乐 代表你刚才一定按可乐 换句话说我如果想要知道你的按钮呢 他也是可以从 如果我知道你拿到什么饮料经过的一番的推论或思考回头来 确定 你只会按 唯一的一种 X 只会按唯一的一种按钮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例题里面 我们刚才说这个 按钮 X 饮料Y 饮料Y是按钮 X的函数 因为你按了这个按钮就一定会得到固定的一个Y 那反过来说 其实 按钮X也可以说是你会拿的饮料的Y的函数 因为我看到你拿的是什么饮料我就可以经过一番思考 推定你只有唯一的一种可能 当初按的是哪一个按钮 这样子 那再来看这个 错置的这台贩卖机 我们再来想刚才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个例子里面 你会拿的饮料Y仍然会是你的这个 按钮X的函数了 那么请问 你的这个按钮可不可以也说是饮料Y的函数 X是不是Y的函数 所以去想同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看到你拿的饮料 我就会知道你刚才按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小明非常的认真的观察了一个学期 于是他整理出这张表 然后他都不跟人家讲 他知道这台机器坏了 可是他都不跟人家讲 然后就每天在那个饮料机旁边看好戏 他就有一天看到你就走过去 按了之后你就拿了一罐舒跑 哈哈你刚才按泡沫红茶对不对 对不对 他假如 看到你拿了一罐可乐 哈哈你本来想要买舒跑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他是不是可以看到你拿的饮料就猜中你本来要按哪一个按键 其实是嘛 对不对如果今天那台机器就是这么运作的话 所以虽然他错字了 但是呢不但 他的Y仍然是X的函数 他的X也仍然是 Y的函数 因为我看到你拿的饮料我仍然可以推估你的 当初按的按键是什么 那么 在这里呢就是 建立起大家对于所谓函数的概念 函数是 一番运算 经过这番运算我只要让你知道X是什么 你就能够知道唯一的一个Y的 会是什么的话 那Y是X的函数也就是说Y是用X推导出来的 那我们来想一些这个特别的例子 如果今天这一台 贩卖机观察的结果不是刚才那两种而是现在这样子 这个小民发现这台贩卖机 按泡沫红茶掉泡沫红茶按书跑掉书跑按可乐掉八宝粥按八宝粥 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 这台贩卖机 得到的饮料Y跟按键X Y是不是 X的函数 想一下吧 是吗 我们是不是我只要知道你按哪个按钮 就会知道你拿到什么饮料 是啊 对不对 我刚刚就讲过了嘛 按泡沫红茶掉泡沫红茶按书跑掉书跑嘛 对不对 好 好那反过来说是不是我看到你拿什么饮料就可以推论出你是按什么按键 对吗 其实是 不行的 你看 我看到你拿泡沫红茶你刚才按的是泡沫红茶我看到你拿书跑 你刚才按的是书跑 我看到你按 我看到你拿八宝粥呢 很难说 对不对 好 所以说 这个例子里面呢他的这个Y是 X的函数但 X 不是 Y的函数 再来看这个 下面这个 如果你 按泡沫红茶掉八宝粥 按书跑也掉八宝粥 按可乐也掉八宝粥 按八宝粥也掉八宝粥 这台机器根本就是卖八宝粥的 骗人来买八宝粥 那个运动过后非常的累 然后就速跑好了 又是八宝粥 那个八宝粥 卖太多 生产太多卖不掉 那于是要骗人来买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从你按什么按键就可以判断 你拿什么 事实上你根本不用按我就知道你会拿到八宝粥 对不对 所以是 我看到你按了某一个按键 我看到你按的是什么按键 我就可以推断你一定会拿到的是什么 就是一定是八宝粥 反过来说 是不是我看到你拿八宝粥我就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判断你刚才按的是什么 不行 所以这题也一样 这个 饮料Y是 F Y是用X推论出来的Y是X的函数 但是按钮X不是 F 不Y 按钮X没有办法用Y 去推论出来 X不是Y的函数 如果今天这台贩卖机变成 按泡沫红茶掉八宝粥 按酥烤掉 酥烤或米苔木 按可乐掉的是可乐或炒米粉 按八宝粥掉的是控肉饭 是我的腰啊 一定要吃到东西就对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想一想 下一个问题 这个大家思考一下 下一个问题 以下 要举了另外两个例子 我们在讲这个函数 我们说 这个 函数是经过一番运算 然后又要说运算一定有唯一的结果 才能说这个Y是X的函数 那 我们学过的运算 最多的不就是 在国中学到的一大堆的就是方程式多项式的计算吗 对不对 所以想想看如果 我们的X就是X 而Y是 2X加2的时候 这样子 Y是不是X的函数 那X是不是Y的函数 下一题 如果X就是2X 而Y是X加2 那Y是不是X的函数 X是不是Y的函数 这个我们曾经有聊过 这个生物演化的过程 我们说 演化论 它并不是进化论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生命一直在进步进步越来越厉害 但是生命一直在寻求每个生命都在寻求最适合自己现在这个 状态 的这个方法 当然他们会被淘汰跳 你可以说他是因为不适者被淘汰 不适应 但是适应不代表就比较厉害 可能是 劣币驱逐良币 我没有办法去为什么样叫做比较厉害来去做定夺 当然更不能够说某一种物种 比如说人类就是比较高明 那在这个生物学上呢 在演化论的这个争论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 那个 教会 基督教团体 因为一开始 演化论推出来 他是被教会给攻击 因为 那个圣经里面说 人是上帝用他的造型创造的吗 那怎么可能会是用黑猩猩来演化的呢 上帝不是黑猩猩 所以呢 这个他们是反对这个演化论的 那 当时这个反对的 声浪 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就是说 他们说人的眼睛 眼睛是一个极为精密的 这个 装置 你看眼睛是万物之灵 他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 然后很精密 然后 这个很容易坏掉 然后这个 就是很神奇就对了 灵魂之窗嘛 对不对 那这种这么精密的东西 怎么可能是 慢慢演化出来的呢 你有看过半颗眼睛吗 对不对 有哪一个生物有半颗眼睛吗 没有吗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动物 不管是鱼还是这个 猫猫狗狗 全部都就是 眼睛嘛 所以他们认为 从眼睛就可以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个生命 其实是上帝自己 就突然设计出来的 怎么可能慢慢的慢慢的演化出一个 这么他们叫做 单一又复杂 这么简单就是一颗 但是呢 他又非常的复杂 他不可能是慢慢的从 一开始只有一颗球 然后后来有一颗什么 或者是半颗球 慢慢的变一颗球之类的 他一定是 突然之间就有 那是谁 让他突然之间就有 一定是谁 所以那个时候 反对演化论的人 他们有一个 很重要的主张 就是从眼睛来去推论 这个单一又复杂的东西 不可能是演化的结果 那 在不久之后 的确这个主张在 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是 被认为是 有可信度的 但是在 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生物学家们 找到了一个 相反的例证 就是说他们发现 人的眼睛 有盲点 人的眼睛有盲点 什么叫做 你们应该都有听过盲点这个词 但是我们在一般在听到的时候 都是指 比喻 比喻说你想事情有一个地方没有想到 这就是你的盲点 你知道吧 但是 事实上人的眼睛真的有盲点 也就是说你眼睛看过去 就好像假如说你今天看电视萤幕 电视萤幕 假如说这个地方坏掉了 那你这个地方就会看不到黑黑的一点 那个其他的地方 画面一直动一直动 但是这个地方就黑黑的一点 一直说是一点 或者是白白的一点 那个 附带一提 你们假如买新的萤幕 买 买回来用放大镜检查 发现它有超过三个亮点 就是像这样这样子坏掉的地方 可以拿去退货 那这个 人的眼睛其实也有一个盲点 那他们后来 就是随着这个科学的进步 发现这个盲点为什么呢 是很奇妙的 就是 因为 我们一般像你看电视机 假如说这是一台电视机 横着看它 那前面是它的萤幕 不知道你们家里还有没有那种很大台的电视机 就很大的方形的那种电视机 那 你假如留意或者说 平板也可以啦 总而言之前面是萤幕 那这个电视机的电线都是在 后面的 对不对 飞滑不然呢 电线假如从前面出来不就 穿出来了吗 主机板在这边嘛 对不对 电视的主机板在这边 那如果电线是往前面跑的 那不是会从那个萤幕穿出来吗 所以当然是从后面跑 可是人的眼睛呢 就是这么的笨了 它的电线是从前面出来 我们的瞳孔 视网膜在这边 然后最后四神经 不是 瞳孔 我要讲角膜 瞳孔在这边 视网膜四神经在后面 感光细胞在后面 可是很奇怪喔 我们的四神经的线 并不是从后面生的 是从前面生的 就好像电视机的电线是从前面出来的一样 那从前面出来 怎么没有从前经出来 因为他们在前面这里汇聚到同一个点上 汇聚到同一个点上之后呢 在从这个在底下 在四神经这里钻一个洞 然后从那个洞转出来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一样 所以你的四神经上面有一个洞 那个洞就是用来让那个 你的视网膜 上面有一个洞 那个洞就是让四神经从前面蒐集成一整数 然后穿回去到后面 因为要从后面接回脑袋 所以呢这个 这个点喔 他穿的这个点就会形成盲点 那我把他画得很下面 事实上还有可能在中间 所以人的眼睛其实是有盲点的 那 于是科学家就 证明了 你看 人的眼睛不完美 这个 刚才说的 单一又复杂的这个构造 并不是这个 有力的推翻眼画论的论证 因为其实眼睛并不完美啊 后来 但是这个 眼 所谓眼睛不完美的学说 因为在当时 眼画论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的确很多人对他的认识是进化论 所以他们会认为人类并不是进化到最完美的物种 所以人类 如果上帝是完美的 他以他的形象来创造 那这个 他应该把人类的眼睛创造得很完美才对 可是过了不久之后呢 生物学家自己 同时就推翻了 包括这个教会的说法和之前生物学家的说法 因为他们 找到完美的眼珠 在某一个生物的身上有 刚才我说这个 四神经向后延伸的这种眼珠 那 哪一种生物 张鱼 哇这件事情 妈的轩然大波 难不成上帝是张鱼吗 张鱼的眼睛是向后延伸的 但是发现这件事情的生物学家们 因为是比较后来发现的 他们对演化论的想法比较 这个 完整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人类的眼 人类的是神经之所以向前跑而不是向后跑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人类的眼睛需要高 大 高强度的使用 所以我们要很认真的一直盯着东西看 那你的这个就好像肌肉 你如果一直出力你就会疲劳 所以你需要那个血管去输送氧气 如果你有看 看过那种运动员 你们班上有人很爱运动 田径队的 你就会看到他这个二头肌这边 会有一条 他的 画的好烂 这个 拳头 二头肌 拳头 你就会看到他的二头肌这边有一条血管 浮上来 那就是因为他 大量的使用他的肌肉 所以他的血管要比较粗 同样的道理 因为我们大量的使用我们的眼睛 所以我们的四神经需要血管来支援 所以我们的 四神经必须要 第一 我们的感光细胞 他必须要第一个要最贴近血管 所以他的后面的这个位置是留给血管 他跟血管贴在一起的话呢 他才可以从血管得到大量的氧气 那章鱼因为他在海底 所以其实他不需要一直用眼睛盯着什么东西看 所以他可以离血管远一点 没有关系 他后面先放四神经的线路 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其实我们人眼睛有盲点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必要之二 其实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眼睛有更好的效能 那 武充这件事情给大家 不过也从这里可以了解到 就是每个生物是演化往 各自需要的方向 那你需要 在什么环境底下生活你就把自己演化成这样 来 看一下底下这里 这个刚才的问题 泡沫红茶 如果按泡沫红茶会得到八宝粥 按苏扑会得到苏扑或米苔木 请问是不是 你按某一个按钮你就会知道你会拿到什么 不是啦 因为你按苏扑就不一定会得到什么 你不知道你会拿到苏扑或米苔木 所以 Y并不是 Y并不是 这是X的函数 好那 再反过来问我是不是看到你按了某个东西 我是不是看到你拿着某个东西我就可以回推你按的是什么 如果你按的是 如果你拿的是草米粉 你刚才按的是 可乐 如果你拿的是苏扑你按的是 苏扑 如果你拿的是米苔木你按的是苏扑 如果你拿的是八宝粥你按的是泡沫红茶 拿控肉饭的人按白宝粥 所以他的Y 所以他的X 他的按钮 反而可以从饮料推资 所以他的X是 Y的函数 这是这一题 下面这个 是不是我知道X就会知道2X加2 是 所以Y是X的函数 那是不是我知道X加2是多少就可以知道X 是啊 假如说X加2是5就可以解出一个唯一的X 所以 其实 X也是Y的函数 就是说我知道X加2是多少就会知道唯一的一个X 再来 是不是我知道X加2是多少就会知道2X 因为我知道X加2是多少我就会知道X 那我就会知道2X 所以反过来说 所以反过来说我假如知道2X我就会知道X我就会知道X加2是多少 所以这两题X是Y的函数Y也是X的函数 可以吗 那最后教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Y是X的函数而且他的这个一番运算过程 说穿了就是把X乘3减10 可以吗 所以那请问X等于2的时候Y是 2乘3减10 6减10 -4 X是-1.5的时候Y是 就是你把-1.5带进去 所以 这个函数 求值就是我们前面学的多项式的求值 把X的值带进去 那我们会把它写成这样子 如果X是2的时候 我们就说Y是 F 但是我们把X换成2 那经过一番运算是-4 那这一题呢Y是 X这个时候是-1.5 -1.5乘3-4.5减10 经过一番运算是 -14.5 如果Y是-11 那X会是多少 Y是 FofX我现在不知道X是多少 可是Y会是把X 乘以3减10 结果他是-11 所以其实我可以 解方成4 对不对 所以3X等于-11加10-1 X其实是-3分之1 所以其实这个函数的运算 以致X求函数值就是多项式求值 以致函数值为头求X就是方程式求解 那最后这个是作业 那我们接上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